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 当我决定为红小姐伸张正义的时候 我就豁出去了 你得了吧你 你都这把年纪了呀 排雪人家英雄救美呀 你不嫌自己太老了点 再说了 那红佩山跟您 只不过是刚认识不久 难不成 他比尊夫人更重要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把人带出来 进去 进去 夫人 你 你叫我 张大夫 还敢去报警吗 还敢替红家的老夫人出庭作证吗你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你你放开我的裙子 你不是要做伸张正义的英雄吗 怎么 舍不得尊夫人啊 这件有什么事 你尽管冲着我来 你不要伤害我的妻子 郑大夫 看来你真没见过什么坏人哪 行 今天想念我 就让你开开眼界 来 把这老太婆给我架好了 你 我就当着郑大夫的面 刮了他老夫人的一双眼珠子 你 郑大夫 你不是医术高明吗 那就用你的妙手回春之术 把你这瞎眼的老婆子眼睛治好 怎么样 你住手 脑子开窍了 该笨主意了 我 我答应你 我不去报官 不 我不去作证 那不行 我信不过你 你 你还想怎么样啊 怎么样 我有个建议啊 我希望你们全家 在今天之内 统统给我搬走 娘 您再吃一口 来 再吃一口 萍萍 你不要 只顾着喂娘 你自己也吃点 娘 您看 安安多乖呀 不用人哄也不用喂她 自己就可以吃喽 你快吃吧 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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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吃啊 你是不是很饿啊 不 娘 剩下的包子您吃饱 娘吃饱了 你吃饱 你吃吗 你吃 你吃 算了 一会儿我再给娘拿去 萍萍 你去哪儿拿的包子 我 我是个一个好信人拿的 对 那个人是卖包子的人 他很喜欢我的 每次一见到我 就给我很多包子呢 好信人 对啊 他是个好信人 啊 萍萍 哎 客官 您稍等啊 包子来喽 哎 吃包子喽 哎呀 我也叫滚坐啊 嗯 小小年纪不学好 学人家做小偷 嘿 总算让我逮着你了吧 你这丫头 就是爹娘没把你交好 三番五次到我上来偷包子 看我怎么教训你 啊 你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娘 娘 你背痛不痛啊 哦 原来你就是他娘啊 那你背打 活该 生了孩子不好好管教 叫他出来做贼 你这羊 是怎么当的 子女 屁屁 你偷别人的东西 我 哼 就光说今天 他就偷我家包子好几回了 想起来 我就有气 哼 大爷 我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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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会 真是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居然偷别人的东西 还行啊 我不是教过我 我们你可饿死也不能 偷别人的东西吗 你怎么能这么不听话呢 娘 怎么能这么不听话 你太让娘失望了 太让娘失望了 你教我怎么跟你爹交代 太麻烦你爹交代啊 娘 我不敢了 娘教您要守住 做人的根本 要有骨气 你怎么可以做出 这种事情来 你知不知道 你一旦学坏 你的人格就有了污点 小事做贼 长大竟不是要做毒匪 娘 娘 娘情愿饿死 也不能让你学坏 你知不知道啊 不要打了 不就几个包子吗 就是啊 不就是个包子 对啊 对啊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她白吃我的包子 吃了多少啊 随随妹妹演这么一出苦肉计 就完了 我不敢了 不敢了 我不敢了 没门 走 去警局 走 这位大哥 没教好孩子是我的错 都说了不好 要罚就罚我吧 不行 救你了 大哥 走 救你了 他们的包子钱我来付 这些钱够了吧 大娘 是你呀 冰冰 今天你们是运气好 有人替你们出头 我就不和你们叫声了 这位夫人 你脸色苍白 娘 你怎么了 我看你呀 脸色苍白一点血色都没有 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我 娘 这位大娘上次就帮过我和安安 她对我们可好了 大娘 谢谢您 别谢啊 来 帮我一块儿扶你娘 我们一起去医院 来 小西方 这病啊 还好看得及时 没转成肺炎 记得 这药一定要按时间来喝 灵嫂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们母子真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个难关 你可千万别说谢谢 谁让我啊跟你女儿有缘 一见她我就喜欢 谢谢大娘 乖 平平上回不是跟她仪仗一块儿回去了吗 我觉得她仪仗还挺阔绰的 你们怎么又会落魄到这样啊 一言难尽呢 总之 总之我们不方便投靠她 你瞧 这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吧 不 不用麻烦了 不麻烦 反正我一个人在家也是闲着 顺便就送送你们 谢谢大娘 谢谢大娘 乖 来 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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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住在这样的破屋里 我们一时找不到地方住 所以就先窝在这里 能遮风避雨就好 这屋子又破又脏 难怪会得病 来 娘 安安 安安 对不起 娘回来晚了 对不起 娘都是我不好 安安对不起 是我偷人家东西 让娘回来晚了 对不起 平平 我这屋子怎么能留小孩呢 李嫂 洪夫人 我看你还是带着孩子 上我那儿住一阵子吧 谢谢你那么关心我 不过我想靠自己的力量撑下去 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了 谢谢 你 你这么说我也不勉强你 但是你有困难一定要来找我 知道吗 我会尽力帮你的 大娘您对我们真好 乖 孩子别哭了 看你掉眼泪 大娘整个心都揪一块了 李嫂 谢谢 洪夫人 我家就住在城里 清水附近的胡同里 你到那儿随便问人一打听 就说是开裁缝店的林嫂 就能找到我了啊 谢谢 那我就先走了 这里有些钱你先拿着用啊 不不不 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多忙 而且还帮我付了医药费 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 哎呀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真是 古人不是说吗 一文钱哪 憋倒英雄汉 这些钱你就先拿着用 要是你心里头过意不去 将来等你家有了钱 再还你我也不迟啊 我先走了 林嫂 谢谢你 谢谢大娘 平平祝您大夫大归 成命百岁 姑爷 您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把二小姐她 不急 配珊的个性 不会这么容易屈服呢 我们再让她 多吃点苦头 等着看吧 姑爷 就是个娘们 何必这么费事 我看 干脆我找几个弟兄 把他绑架过来得了 老这么等下去 夜长梦多呀 废话 他这么容易屈服的话 八年前就已经是我的人了 是啊是啊 温老爷 姑娘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 布管家 到了现在 你还敢跟我打马虎眼 不 不 我不敢 姑爷 不敢 那温老爷子怎么来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住啊 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背叛我 欺骗我 你答应我的事 怎么一件都没有办好 你打 给我狠狠地打 是 阿虎 在 把屋里的孩子给我抱起来 是 姑爷 不要啊 姑爷 不要啊 姑爷 姑爷 我要放开我的孩子 孩子还想我 放开孩子 姑爷 姑爷 快 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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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爷 我求求你 不要杀害我的家人 温老爷来了我不知道 这不是我发的 真的不是我发的 就算温老爷的事我不跟你计较 光凭你还留在这里 这一点 我看了就有气 你不要啊 不要啊 姑爷 不要伤害我的孙子 我走 我走 我们全家立刻就走 这可是你说的 是 是 我信你今天之内 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明天再让我看到你的话 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 姑爷 大哥 妹子 最近可好啊 你收到电报这么快来了 电报 什么电报 我让长庚给你发的电报啊 我没收到什么电报啊 我这次来是因为在附近办点事情 顺路过来看看你 这就怪了 妹子 怎么了 ,什么事找我走得这么急啊 说来话长 来,进屋檀 好 夫人,先生,请喝茶 没想到王凯成竟然这么心狠手辣 这就是我急着要找你来的原因 大哥,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啊 多行不义,避自闭 要是王凯成再怎么胡闹下去 宏记迟早会受牵连的 正是 事情到了这步天地 最好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 速斩速决 不过 这就顾不得佩吉和佳慧了 没办法 我现在是身头一刀 缩头也一刀 长痛不如短痛 只要能保住洪家的家业 大哥,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既然如此 我们去报警 对了,您说那位郑大夫可以作证 还有 府管家也知道一些凯成的事情 至少我们可以 先洗刷郑纲的罪名 让他先出狱 我已经让阿望去找长庚了 等府管家一来 我们一块去找郑大夫 好 老夫人,老夫人 老夫人,不好了 怎么了 老夫人 昨天夜里 府管家一家子 全都搬走了 怎么会呢 他答应过我 要多留几天的呀 怎么会突然搬走呢 糟了,妹子 快 快带我去郑大夫那儿 还是晚来了一步 大哥 这 你要振作点 要撑住 这种事故 一定要坚强才行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王凯成 他什么时候布置好了一切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当初我一发现事情不对 在他使轨迹的时候 我就应该当机立断 立刻把他赶出去 我一是妇人之人 小刀佩奇 还有嘉惠他们五子 我 现在说这话也没用了 不过 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 什么 箱子 箱子 对 来了小姐 里边请 掌柜的 您这儿需要人吗 我想找份工作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不是我不帮你 我这店里边 也确实是缺人少 不过你带着这两个孩子 爱手爱脚的 怎么工作呀 这两个孩子很乖的 不会闹事的 我看还是不妥 不好意思啊小姐 请 娘 我和安安 可以在屋子里等您的 您工作的时候 不用带着我们 原来你的孩子 有地方带呀 不 我 娘 我和安安 真的不要紧的 真的 那没带孩子就成了 你赶明儿就来上班啊 记住 不能带孩子 来 平平 明下午回来 会给你们带吃的 你照顾好弟弟 不要乱跑知道吗 知道了娘 还有 你们要是口渴了 娘在锅里烧了水 你们只能喝那里的水 知道吗 知道喽 来 安安 娘又出去工作了 你要乖 要听姐姐的话 好吗 娘 您看 安安她懂得 她最听我的话了 您不用担心我们 平平 娘为了生活 不得不把你们留在这里 年纪这么小 还需要人照顾 要你来照顾弟弟 娘也很舍不得 娘 您不是说过 我很懂事了吗 您不要担心嘛 好 那你们小心点啊 嗯 知道喽 娘走了 娘再见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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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zuf像是全家人 我走了 小婷的情况也逐渐好转 接下来 我只要想办法得到佩山 我就达到所有的目的了 床上那些东西和玩具 都去哪里了 那些东西我都洗过 晒过收起来了 为什么 我想那些东西放在那儿 没有人用 所以我 谁说没人用 给我听好了 马上把窗给我铺好 玩具全部都放上去 等一下 马上就会有人过来了 听到没有 是 言 知 知 出 杨彩 我哭不哭 早点 喝水啊 可是水全被你打翻了 好好好 乖 你不哭不哭 你等姐姐 姐姐重新帮你烧一壶水好吗 乖 不哭不哭 姐姐去外面捡木柴 你等一下就好了 这些木柴应该够了 姐姐回来给你烧水喽 好 好了 这些木柴应该够了 姐姐回来给你烧水喽 两位慢走啊 好好好 有空常来啊 不用送了 好好好 飞山 今天客人很多 你动作快点 这会儿电力阵亡 你们去哪儿啊 我担心我的孩子 我要回家一趟 你听见没有 飞飞 飞飞 阿安呢 还在里面呢 你怎么进来了 我法词 阿安 快点 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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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安你怎么了 阿安 你怎么了 娘啦 你醒醒啊 娘 娘 你怎么了呀 娘 娘 你怎么了 红夫人 红夫人 你快醒醒啊 红夫人 莹萍萍 怎么会着火的 我不知道 娘 红夫人 红夫人 记得让她多休息 饭后半个小时再服药 麻烦您了 医生 娘 娘 你不要丢下萍萍一个人 娘 你不要丢下萍萍一个人 你醒醒啊 娘 萍萍 萍萍 来 乖 不哭啊 让你娘安静休养 大 大娘 刚才大夫来看过 我娘会不会好起来 大夫已经说了 你娘已经没事了 很快就会清醒 真的吗 嗯 那太好了 可是阿安呢 阿安现在在哪里呢 阿安 来 红夫人 在哪里 娘 红夫人 红夫人 在哪里 红夫人 你真静一点 娘 你醒啦 阿安 阿安 快告诉我阿安呢 阿安 阿安 快告诉我阿安呢 快说呀 阿安已经葬身火海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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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是真的 你们那个破屋都已经烧光了 你们那个破屋都已经烧光了 你儿子没来得及逃出来 不 不 不可能的 你骗我 你骗我 我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娘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把阿安一个人放在屋子里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红夫人 丧子虽然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但你还有女儿要照顾 你要保重身体啊 娘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都说我不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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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小宾宾 我的阿安 我的阿安 安安 好玩吗 来 玩这个 安安 叫我爹 我是你爹 叫我爹 安安 要叫我爹才行啊 要不然一仗以后不给你蛋糕食了 来 安安 乖 叫我爹 来 叫我爹 爹 姑爷 姑爷 二小姐她 说吧 她听不懂话 是 姑爷 二小姐和她女儿 被一个姓林的寡妇给救回去了 姓林的寡妇 她在地址你知道吗 知道 就住在清水桥附近 姑爷 您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继续这原计划进行 不过你小心一点 别发生什么别的问题 知道了 姑爷 您就放心好了 那我去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娘 娘 娘 红夫人 红夫人 安安没死 安安没有死 什么 红夫人 安安没有死 没死 你快看 安安在我手上 明天早上八点 你亲自那三百当养的 夫人 这种情绪冷藏 就当着替你孩子收拾 红夫人 红夫人 栗子 这张纸条是从哪儿来的 我在门上发现的 红夫人 这纸条上写的 你相信吗 不知道他能不能相信 可是我希望他还活着 娘 弟弟如果还真的活着 那我们赶快去救他吧 对 我们去救他 我们去救他 可是三百大洋 我到哪儿去瞅这三百大洋呢 这些胆子也太可恶了 绑了人家的小孩 竟然还狮子大开口 正是的 他们干这种缺德的事 却不怕将来会有报应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三百大洋 我去哪儿抽这笔钱呢 红夫人 你别急 这三百块大洋 我替你付 李嫂 你哪儿有那么多钱呢 我丈夫生前 给我留下一笔钱 我怕引起别人注意 所以啊 就不敢去生账 可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吗 当然了 这钱我又不是平凡无故地送给你的 我是想 等安安回来以后 你能把萍萍过记给我做女儿 你看怎么样 不可以 这不可以 公夫人 我真的很喜欢婷婷 我跟你说心里话吧 我这一辈子决心要收刮 可是我膝下无儿无女 我真的觉得很孤单 而且我的日子 过得也非常孤独 我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作伴 我真是死而无憾了 了 令嫂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会对我的平平很好 可是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舍不得跟她分开 难道您为了 你们平平就不顾安安的性命安全了吗 两个都是我的孩子 手心是肉 手背也是肉 我该怎么办 娘 为了救弟弟 我什么都愿意 平平 你真的愿意做我女儿 嗯 弟弟身体不好 又被坏人抓去 真的很可怜 真是难为你了 这么小的年纪 这么有心 还这么懂事 平平 你能这么说 娘真的很开心 可你师娘怀胎十月生的 又跟着娘受了那么多苦 你不懂 如果娘把你给了别人 就等于把你给卖了 娘会一辈子都不安心的 我们夫人 你们母女情深 天底下 没有一个母亲 愿意跟自己女儿分开的 这三百大洋 我无条件地借给你们 不 灵嫂 好 你的主定也不是很好 这笔钱我不难受 对 我去找我娘 我去找我娘借着钱 小心啊 走 我去找我娘 Ku 去找我生 你可能是 你那 way 我去找我 是不是你绑架了安安 安安被绑架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你别跟我演戏了 这种事情 除了你别人干不出来 你快告诉我 安安被你带到哪儿去了 你快告诉我 你冷静一点 你忘记了吗 上次我们离开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你们母子 我怎么可能绑架安安呢 再说了 我对你们母子感情这么深 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你不相信我是吗 我知道我以前做错很多事 你不能原谅我 可是现在 我们不应该想这样的事 应该想办法 把她救出来才对 是不是啊 这些我知道 我现在就去 你要去哪里啊 对方有三百块大洋的赎金 我去找我娘 你娘不在家 舅舅入兵 你娘去探望舅舅了 我 我知道 佩申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却不在 难道老天爷真的要绝我的路 佩申 你不要再伤心了 三百大洋不是个小数目 就算联络上你娘 她一时半刻 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 就让我帮你 让我弥补对你的亏欠好不好 我不是要你的帮助 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 只要能救出安安来 比什么都重要啊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的 就让我帮你好吗 月 technology 她娘的 我啥时候也能住这么大的宅子啊 箱子 姑爷 姑爷 怎么样了 一切都很顺利 照原计划进行 不过你叫阿虎演得像一点 千万不要被他发现了 要不然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全都白费了 知道了 姑爷 知道就赶紧去办吧 是 姑爷 这是三百两银票 王先生 你心地真好啊 二话不说就帮了佩山这么大的忙 义账 谢谢您 婷婷啊 不用谢 义账能为你们做点事情 都是心甘情愿 是应该的 这钱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我们是一家人 干吗这么说呢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先把安安救出来才是 好了 我先去了 等等 我跟你一块去 佩山 对方是杀人不眨眼的歹徒 万一 你听我的话 你留在这里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对方要我亲自道场 而且 我也担心安安的安危啊 好 等你们道具 别过来 佩山 你冷静一点 我一道杀的口 你不要冲动 小不仁 责乱大魔 钱到了没有 钱我带来了 咱们一手叫人一手叫钱 把钱给我 我就放了他 小心 快走 快走 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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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是吗 我做了 얼� 白山 你总算没事了 我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 这是我最大的安危 医生说你差一天就伤到要害 幸好你现在没事了 你好你现在没事了 我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 这是我最大的安危 医生说你差一天就伤到要害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安安 也救了我 能为你做点实情 是我的快乐 安安哪 她太累了 在那边睡着了 安安睡得多甜哪 我真庆幸 这道没有伤出我的要害 要不然 我就再也无法 像现在这样看着安安 像这样看着你 裴善 如果我真的死了 我什么都不求 我只求 能跟你在一起 对不起 我情不自欺 裴善 我一直以为自己 可以放下这段感情 可经过这一回生死攸关之后 我才发心自己 永远放不下对你的情意 好了 你别说了 你伤得那么重 好好休息吧 我得安安先回去了 裴善 你别走 我怕你一走 我的伤势会更厉害 我怕我醒来再也看不到你了 不 不会的 医生说 你的伤不会有事的 裴善 我只希望你能够多看看我 就多看我一眼 为什么这样的愿望 却始终达不到 为什么 你看 你是个男人 命都回来了 怎么还哭成这样 这世界上 只有两种人不会流泪 一种是铁石心肠 另一种 是从爱中超脱出来 而不会被爱束缚 和刺伤的人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 我要让你知道 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也无法从爱你的 这份痴情中超脱出来 你所说的痴情 是一种愚蠢 我以为人妻 为人女 而且这一辈子都不会背叛政纲 还有你对我的爱 让我觉得害怕 让我觉得内心不安 所以 我希望你能超脱出来 我希望你能超脱出来 别再折磨自己了 佩山 我杀 我愚蠢 我所做的一切 我折磨自己 可是这一切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为了你 我已经付出了一切 我也失去了一切 可是今天 都是我心甘情愿这么做的 你为我 永远爱你 对你不离不弃 对你不离不弃